白衣男子情绪失控 一脚踩上脚踏板 近距离拉着司机依领 要他下车理论 被害人被打到不断右手抵挡 嫌犯这个时候用力一拉 差点把司机甩出车外 双方僵持不下 他看到我又跟我聊天 我都趕快走 他又动一下 跳下去 我真的点比较重一点点 事发在24号下午一点多 新北人系列这家货柜厂 司机载着大型货柜进行出出 经过里头狭展弯道 发生行车纠纷 58岁的陈姓司机载货出车 停在路中央 嫌犯排在后头 质疑对方故意挡路 回忆拳头 司机导致他手脚擦伤 提告伤害恐吓罪 货柜厂的时候 那遭嫌疑人觉得说恶意挡道 那所以当中午的时候 又是艳阳高招 货柜公司回忆冲突当下 保全却在旁边调解 并未过问后续状况 实际观察货柜厂出入口狭窄 驾驶会车都要互相礼让 被害司机被打得浑身伤 强调提告到底 讨回公道 记者谢宏如路易新 西方报道